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在电影美术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导师 和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就是文廉宗先生 相信大家看的很多电影都有文廉宗先生负责的美术工作 例如许安华的最近两部电影《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 都是由文廉宗先生负责美术方面的工作 而上年文廉宗先生也首次执道拍了许安华的一部纪录片 关于导演的平时拍摄的工作 就是很好拍电影,这个时候我将时间交给文廉宗先生 是,大家好,我是文廉宗 我通常行内的同事或者朋友都叫我做阿曼的 就是年轻的可能叫我文廉,但是一般同事都叫我做阿曼的 我是大概1991年入行 因为我是在理工学院读皮片设计的 就是主修Audio Visual,其实我是喜欢拍东西的 就是我虽然很小时候就喜欢画画,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想清楚 就是不太知道我大过想做什么的 就是从读大学的时候都完全没有想过是做电影美术的 我以为我是会做摄影师或者是做平面设计师的 或者是做平面设计师的 但是最后那两年呢,就是在大学最后那两年 就是比较我自己很喜欢拍照 那时候也很喜欢看电影 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敢说喜欢拍东西的 因为拍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一件事 第一,器材很贵 第二,那些器材很大件的 就是那时候那些摄录机是很巨型的 就是不是说你随便可以得到一部机出街拍东西 就是去拍东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就是可能要几个人 但是我们大学那时候读的所谓Audio Visual 其实主要都是拍摄摄影机 然后最棒的可能是十几部摄影机 混合在一起,然后要写设计师的 就是夹回一些时间,夹回一些音乐 夹回一些画面,比如一些slide dissolve 或者好像跳隔 就是用一些很原始的方法去做一些moving image 就是将一些steel 就是尽量做到它好像连在一起 然后拍摄影机 就是那时候才刚刚开始出一些叫做high part 或者superbatures 就是都是一些很昂贵的东西 就是不是很容易出街拍摄影的 但是自己很喜欢看电影 当时在学校有收一些电影欣赏课程 就是书琪老师来说的 书琪老师就每一次都跟我们分享一部 应该是欧洲的电影也有,中国电影也有 然后亚洲电影也有 跟我们分享每部电影 就是怎样去欣赏这些电影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很喜欢电影 开始觉得很想入行 最后有一堂就写了我的电话 就递了一张纸给书琪老师 就说如果有机会入行 你可不可以给我电话呢 就是我毕业之后 我毕业之后 当时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做什么的 那就找工作 开第一份工作是在TVB做 不是,第一份工作就有两个offer 一个是TVB,一个是Star TV 那自己当时都没有选择TVB 好像想去一间新公司 觉得新公司好像多些机会 有人说声 现在会不会好一点 对不起 就选择了一间新公司 新公司 就是去Star TV 新公司的工作机会好一点 但是谁知道那个Star TV 因为前身是一间外国 就是澳洲人 澳洲又有英国人 就是一间外国人的 production house 就是转型做Star TV 所以那个公司里面 大部份的同事都是外国人 当时好玩的那些工作 比如多一些设计 或者比较有趣的工作 都是外国人做的 我们刚刚进去做了一些很悶的事 刚刚开展没多久 我想过几个月左右 有一天舒奇打电话给我 就说现在有一个工作提供给你 你有没有兴趣呢 因为我本身都是喜欢电影 而且是想做电影的 很快就答应了他 帮了舒奇没多久之后 他就介绍了我给他的好朋友 欧丁平 欧丁平当时是一个很出名的 美术指导 也是做导演 我想我帮了他几部戏 帮了几部戏 第一部戏是叫做《神经刀与飞天猫》 是一部台湾导演在香港拍的古装喜剧 但是因为是喜剧不是正剧 所以他有些东西就反而 那个创作空间比较大 就是他不用跟得好历史考究 但是你可以天马行空一些 譬如一些东西可以色彩去得盡 夸张一些或者想法 可以比较疯狂一些都有的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 电影美术的人来说 这个开始的确是大开眼界的 由那部戏开始之后 那部戏应该是1992、1993左右 一直做到现在 今年2021年差不多30年了 差不多30年了 中间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停过的 当然不是一步接一步了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直一直做下去的 没有空间想过 没有东西做要转行做什么呢 当然去年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停一停 那段时间反而是静下来想想做多些运动 对身体好一些 等疫情退了之后 再继续可以好好地工作 那 Biffy大概是这样入行 我是由一个 读美术学生的学生 也算是很幸运 有机会入了行 不是说 一开始就已经想想入电影的 然后慢慢地做一开始 然后慢慢地做一开始 然后慢慢地学 那么 如果说美术指导的工作是什么呢 都要先说一下美术的这个职涵 因为如果在外国的电影来说 就是美术部门最大的 就是 负责统领整个美术部门 叫做Production Designers 但是香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都只是叫美术指导 其实早期香港电影是没有美术指导的 如果你看回以前的雨场片 或者是早期的戏 基本上只是有 报警设计 或者道具师 或者服装师 都应该是大概从 就是差不多是新浪潮电影开始的时候 才开始有美术指导 那么 特别是 有一些电影是 美术风格令人眼前一亮的 就是大家都会问 啊 为什么这些电影这么漂亮的呢 比如爱撒 比如淑珊等等 这些电影 就是大家都会看完去问 啊 好美啊 这些电影 我自己记得我读小学 不是小学 就是我自己对港产片 开始很深刻印象就是这些电影 包括最后胜利 包括不脱墨的人 这些在电影画面上 都令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 到将来自己去做电影美术的时候 都会想起 有一天会不会 希望自己的作品里面 都可以令观众 在很多年后想起电影 都想起 你在电影画面里面做了什么呢 那说回 那说回 製作者 顾名思义就是 就是美术部门的主管 那你是要负责 就是 最开始的时候 我想导演一找 或者监制一找你来做这个电影的美术的时候 都是希望可以 第一你可以给到很多想法的导演 或者很多时候 电影找你来谈的时候 可能甚至乎没有完整剧本 或者他们可能有一条大桥 或者有一个故事大纲 在去发展电影的时候 希望 美术指导可能给到一些方向 或者给到一些画面 他们继续去发展剧本 也不一定 或者有时候他们找你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 有了一些基本的想法 甚至乎 如果好像许安华导演 很多时候他找你的时候 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招手集 也有一些不同的工作经验 如果说回外国的制度 製作者还要负责 很大程度上是负责整个美术预算的分配 就是你拿着一个有限的制作 通常一定是有限的 不会是无限的 我没有听过所有电影来找你 都是说这个电影没什么钱的 很少来找你说这个电影有很多钱 你就要拿着有限的钱来去想 怎样去帮导演去执行 他心目中所想做的 在电影有关美术 或者有关制作的东西 怎样可以付诸实行 第三个美术预算是要帮忙做很多资料搜集 因为有很多想法 或者有很多製作上的想法 都是建基于一些实际的资料 尤其是年代片 譬如明月几时候或者黄金时代 这些是传记和有年代参考的 如果你要还原某一个年代 那一定要做很多资料搜集 但是有时找到的资料是很有限的 那你怎样去把这些资料串联在一起 在画面上呈现出一个有时间性的 有故事性的一个年代 这个都是相当巨大的工程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美术主要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你要去成立你自己的团队 有时你找对人 对你来说是事半功佩 但是有时你找不对人 就是譬如原来你的助手跟你不是很合格 或者原来你的助手表现和你的预期是未如理想的 那就会事倍功半 所以一个成功的製造员有时 除了他自己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 就是需要做的事之外 都很看是他形成的阶段是否一个很效率的阶段 或者是否一个很合乎预期的阶段 如果不是都是刚才所说的 究竟会是事半功佩还是事倍功半呢 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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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指导的工作 最主要就是 去观察着整件事 在製作的时候 就是说 整个拍摄 那你又 开始形成了你的团队 怎样开始去做资料搜集 怎样将这些资料搜集 去变成一些想法 怎样将这些想法 去变成一个实际的设计 就是变成一些画面里面的元素 那之后 跟导演沟通完 大家都认识这个方向之后 怎样将这些事情付诸实行 在 就是透过摄影机 变成一些观众见到的画面 这个都完全是 美术指导的工作 那么 到 监管每一天的拍摄程序 是完全合乎你自己的预期之余 其实你同时也要计划 明天或者将要拍摄的一些事序 因为很多时候 一个电影或者一个故事 其实牵涉的场景有很多的 拍摄的周期 筹备的周期 可能时间也很紧逼的 那么 很多时候 比如在安排的拍摄的节奏 就是在时序上 很多时候都会是 因为那个筹备时间 未必是很充足的话 可能前面都是拍摄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或者有时又可能考虑要租借那个场地的限制 就是有些场景或者一定要先拍摄 在那个安排的拍摄上 你又要因应你自己团队的工作的时序 究竟你哪些事可以先赶到 哪些事很复杂的 你要多些时间去做 你可能要排厚一点 你在拍摄前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同时也要安排 比如很多东西 例如回答报警 或者可能很大量服装要筹备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牵涉到一个很好的计划 普德逊设计员就是完全是需要 除了在美术工作上之外 是需要有很多在这个美术行政上 需要有很好的调配的经验 除了这个管理之外 另外就是那个预算你怎样去运用呢 因为有时其实有多少钱可以做到多少事 但是有没有好好地去利用 或者有没有可能在很有限的预算 可以做到更加多的事 这个都是美术指楼的工作 但是香港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很笼统 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制度 我记得我们早期的电影开始的时候 就是通常尤其是人手不是那么多 或者那个整体的计划 不是真是很理想的条件的时候 很多时候香港只是说 只是变成了找美术指导和服装指导 就好像解决了整个美术部门的需要做的事 但是其实刚才说 整个美术部门要面对的问题是很多的 理论上是真的需要分工分得比较仔细一些 而去把这些不同的工序好好地做好它 还有其实以前呢 因为好像初期 只是分美术指导和服装指导 但是其实他们是不是需要沟通的呢 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画面出现的那些东西 如果没有一个好好沟通的话 那会不会在一个画面上出来 未必是一个很契合导演的预期的效果呢 那我自己因为一入行的时候呢 我就是帮张淑行的 因为阿淑都是服装和景一起做的 所以我在一开始去做助手的时候 或者去学习的时候 都没有说是分我只是做报警 或者我只是做服装 那我都是一路做一路学的时候呢 就是看着阿淑 就是在他考虑设计场景的时候 究竟他会怎样想起的呢 或者他在做一些服装造型的设计的时候 究竟他考虑他怎样去设计的呢 但是从来不会有人拿着你的手 是逐一逐一教你怎样去做的 全部都是你在透过自己 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去慢慢慢慢学 我记得我刚才说的 我第一部戏是叫做神经都与非天猫 它是一个古葬戏剧 其实一来那个Title就叫做 做服装造型设计助理 就是我做助手的名字 虽然叫助理 但是其实除了服装指导 想了一些东西出来 所有东西要将它由一个设计图 变成一件真的穿上新的衣服 然后穿上演员上配合发型或者化妆是怎样的 才叫做一个完整的造型设计 由一张设计图变成一个真实的造型设计 那个过程是相当有趣的 但是那个也是很艰辛的 由零变有 比如说造型 我们可能需要打着设计图 可能要去找很多不同的布料 然后回来看看怎样拼贴 尤其是古装造型的衣服 可能很多细节或者很多很复杂的配搭 才可以造成一件衣服 而很多古装造型可能是很多类型的 每一件衣服都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那就是一套衣服可能需要找上几十种料以上 比如有面料有底料有一些配色 或者衬便或者楼或者一些食物 就是每一件衣服可能都有几十种配搭 然后一套衣服可能有几十件衣服 所以牵涉那个过程是要找东西的过程是很繁复的 那我记得开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每天都在深水埗 由早到晚 然后找很多选择回来 去找好材料回来 究竟去配搭去拼贴 如何可以将那个效果图 是能够变成一件真实的衣服呢 那都很好玩的 但是那个过程真的需要很多心思 那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那时候都是帮着阿叔做一个时装器 那同时他有另一班助手 在帮他做一个古装器 好像清装 那我们经常都是在深水埗找部的时候 就碰到对方 就说下个星期要交功课 因为要找很多选择回来 给他选择 然后再去做衣服 那到了交功课那天 我就记得我们在徐克的电影工作室 就要见阿叔 然后给他一些布去看 那工作室有一张开会的桌 是很大的 怎么大呢 就是比如一张乒乓球桌 就是大家应该有印象 打乒乓球的乒乓球桌 都挺大张的 那他那张开会的桌 就是两张乒乓球桌 拍在一起 那么大 然后呢 就是另一组同事先 那他就铺到整桌都是布 就给阿叔看 那阿叔看完呢 就是很多的 就是找了很多布板 和很多饰物 就是各样东西 回来给阿叔看 那我看完呢 就觉得不太选择 那就说 就跟那个同事说 你可不可以找一些 真的做得到三个布 然后我就论到我了 我就开始很害怕了 那就是因为我 那时候呢 刚刚帮阿叔做 那我就不知道 究竟 究竟找多少才够呢 或者找多少才合适呢 那我只是凭一些 我自己很即时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 这个挺好 那就拿了些 sample 但是我拿了不多 可能大概都是一个 A4纸上盒 就是上纸的盒 那么大 就是你当一包A4纸那么大 装盘了 那我就心想 哇 人家post了整个 两张冰粉桌 那么多的布 阿叔都不愿意 我只得一盒A4纸 那怎么办呢 那这次呢 那于是 就post了出来 在桌面那里 就说 够了 这些布料做了 整部戏都够了 那我就很开心之外 就见到另一位同事 就很伤心了 因为他的量 比我多很多 但是阿叔又选不到 那我其实想说 是因为 其实不是因为我 我找得特别好 或者找得特别好 是因为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因为 为什么阿叔 那么不满意那个女孩 那个同事找的那些布呢 是因为 他做的那一套是清装 都是叫年代片 那么 有很多去找的布呢 譬如是Polyester 譬如是雷龙的 或者是引发 是机器引发的 那阿叔就觉得 在清朝怎么会有Polyester呢 清朝怎么会有 好像现代机器引出来的图案 清朝怎么会有些 就是 比较化纤的材料呢 就是 理论上应该是 可能是一些 棉 或者是麻质 就是比较 比较 原始一点的材料 才是 那个年代会有的东西 而我幸好 因为我那部是 是妆片来的 所以 我譬如只是一些 颜色他觉得有趣 或者图案他觉得有趣 他就觉得可以做到衣服了 那 所以他就说 你这些做完整部 都够了 那 所以有时 就是 你做一个新的美术指导 你去收一个order的时候 究竟 你应该清楚 为什么别人叫你去做这件事 或者 找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 你有时是要针对性一些 才去做 而不是 人家一叫你就去 而不想清楚 究竟那件事 就是 end up 就是 重点是在哪里 我又有个趣事 就是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是趣事 就是 都是一个 挺有趣的经验来的 就是 我拍完 拍完 《神经都与飞天猫》之后 没多久 那 因为我刚才说 那部电影是帮欧丁平 跟着自己去开 他做导演去开一部时装片 叫做 《天海的月光》 他就继续叫我帮忙 我想他也是觉得 第一 这个新人 挺努力 第二 他也算有责任心 就叫我继续帮忙 其中有一天 他就给了一个题目 不是题目 就是有一个计划 就是差不多 我记得差不多 下午 下午 下午就说 啊 待会晚些 要拍一场戏 就说 女主角姚玉卿要有一把傘 你们现在没有傘 你们快出去买 那 我当时就 会问一些问题 就是我心里会想 啊 买一把傘 究竟 究竟 是什么傘 究竟是 她 突然下雨 要求其拿一把傘 出街 还是 原来她是遮太阳的 那把傘 如果一般女生遮太阳 是会不会配衣服的呢 那件衣服是什么色 或者是什么图案的呢 就是会问你这些问题 因为 因为 试过很多次 别人叫你立刻做 你没有想清楚就去做 做完 就说 不是啊 不是这样啊 要是别的 所以 开始慢慢 就是 会训练到 有一个习惯 就是 有时别人 叫你做一件事 你会想清楚 为什么叫你去做呢 那样东西 做完 是 就是 怎样才可以对呢 如果不是你错了 又要去做多很多次 那我刚才的例子 我就去问导演 我就说 那把傘究竟是 要来做什么的 那他 后来他就说 那把傘是 自己的 就是他带出去的 就是 是属于他 就是不是临时 拿了那把傘 所以 轻轻都会配衣服 那他就说 这部戏是喜剧来的 所以 最好呢 是 色彩丰富一点 他说 我不要那些黑 白 灰 但是呢 那一场戏是很优秀的 因为说他很伤心的 就是刚刚失戀的 所以 我要一把很哀愁 但是要很色彩的 那他就问了你一句话 你明白吗 那我记得 我们当时 做事 是很少说不 别人叫你做 做事 你很少说不行 或者 没有 或者不明白 那他就问了我一句话 你明白吗 那我就 噢 其实我不太明白 所以我没有立刻说明 但是 我又不可以说我不明白 因为好像你很笨 那只能够饿完 一路出去 慢慢找的时候 一路慢慢再想 究竟 怎样可以又哀愁又色彩呢 那就是 幸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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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 标准公司 好像是永安 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刚刚有一个标准 是卖 一把傘 那就是 一开放了一个产品 就是 Wangolf画的 系列的傘 那我就立刻就覺得這個應該更重 因為Wang Goff的畫質很色彩 但是Wang Goff的人生又這麼悲劇 就是絕對是很哀愁的 就覺得很適合 然後就賣了回去交功課 當時的導演是收貨的 就是歐丁萍是收貨的 不過很多年之後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也未必是最好的答案 因為我後來有一次經過一個公園 看到一個老婆婆 握了一把很舊的傘 即是一把橙色的傘 但是很舊的 舊到那邊又灰到髮黃 就是烏茲阿塔 那個顏色其實很漂亮 還有很有層次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當年看到這把傘 這把傘才是最佳的答案 所以這裡我想說兩件事 就是第一 就是很多時候你收到order 就是你一定要問清楚 為什麼要去做 還有做你是為什麼的 那第二就是說 原來我們看東西 都是會隨著年月和自己經驗 而是有變化的 就是當時我很green 還有經驗很淺 那就是一看到這個 就是Van Gogh的傘 就立刻覺得 這個是最佳的答案 就是都沒有想到很深層 就是很多年之後 我剛才說 就是看到那個老婆婆 握著那把傘 就是很有歲月痕跡的傘 才覺得這個原來才是更加適合的答案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東西 都是會隨著自身的經驗 自身的一些很多人生的累積 而有改變 就是答案其實是沒有一定的 那在這裡我有一點點想 另外有一個經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時候很多新導演 在去考慮自己的劇本 或者自己的戲的時候 都可能會舉一些例子 就是我想像哪一個戲 我想像哪一個戲 我記得我在幫阿叔做完花香年華 那一年 花香年華是2000年 在2000年頭 譬如2001、2001、2003那幾年 就很多人打電話來問 就說 你那些旗舖的布在哪裡買的 你那些場子在哪裡買的 或者你那些道具在哪裡買的 就是好像一間店 就可以賣光了他們所需要的 就是賣光了整部花香年華 或者黃家衛風格的東西 就是突然之間 因為那個戲的成功 很多人很想模仿那種風格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又找到我的電話 又打電話來問你那些東西在哪裡買的 就是好像很想很容易就得到一個風格 那並不是我不想跟他們分享 但是因為所有東西都不是在一個地方找回來 或者是很容易得到的 譬如花年華 張萬玉有這麼多不同的旗舖的布料 都是阿叔 還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譬如深水埗也有 尖沙咀的那些重慶大廈 他們來到那些印度譜也有 甚至乎在泰國唐人街也有 或者在中環一些很貴的 就是上樓賣絲綢報的地方也有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運回來之後 真的千挑萬選才是 就是最後大家現在在螢光幕看到的那些衣服 而那些長子也是 那些長子其實如果沒有記錯 在阿菲或者 花樣未上映之前 其實那些戲是沒有那麼多有 大圈長子的戲 當然除了一些年代戲 比如遠齡玉或者演子扣畫 那這些 視覺上風格很強的影子 其實很多戲都不是 在畫面上那麼多的細節 那很多人打電話來問 那些長子在哪裡買 那其實我記得 花樣年華的長子 沒有一幅是現成畫的 全部都是我們找了一些六十年代的圖案 然後做art work 那時候都是人手做art work 然後是找印插譜 好像印海報一樣 逐張逐張印出來的 然後拍攝的時候 是逐張逐張黏的 那不是真的長子來的 那只不過是我們希望可以將一些那種年代感覺 比較可以風格化一些的畫面 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長子的考慮是其中一個選擇 那都花了很多功夫 那總之就是我記得當時 因為花樣年華和阿菲的成功 很多人一窩蜂想去模仿那個風格 那去到有幾年 突然間連所有的廣告 甚至乎不是年代戲 都用很多這些懷舊風格 多到一種程度 我覺得 在我自己再做一些文藝片 或者再做一些戲的時候 我自己跟自己說 我不要做 我不要這麼多圖案 我不要懷舊 那 所以 我想說 新導演在 去想你自己的項目的時候 其實可以盡量考慮 不要經常想說 我想像哪部戲 我想像哪部戲 其實 如果你去想 我不想像哪部戲 我不想像什麼戲 盡量想一些自己 比較屬於自己 新的一些想法 可能那個成功的機會 是更加大的 因為 譬如 我們記得很多 很經典的戲 可能都是新導演的 頭一兩部戲 反而 往往很多時候 在她 頭一兩部戲很成功 跟著 在她的創作路上 可能很多時候 某程度上 風格上 一直在重複她之前的東西 很多時候 最 最寶貴或者最難得 可能真的 反而是 她剛剛做導演 或者是新開始去做那些新項目的時候 在很沒有限制 很沒有負擔的底下去想像 那些可能更加 可能更加值得 在想像空間上 盡量可以放膽 那些可能 很多時候的結果 更加值得 大家會記得 那 那 如果你說 美術上 我覺得 給新導演 美術上 其實 很多事情 你 盡量 不用 考慮這麼多 否則你不需要請個美術指導 你如果找到美術指導 你找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很多時候幫你 在不同層面去考慮 因為 我們說 在畫面 看到的 每一個畫面 其實都只是一張畫 就是 我們會考慮 攝影師透過這個畫面拍出來 是拍到什麼呢 我記得 有一位 日本美術指導 在訪問的時候說 就是拍電影 例如我們現在拍電影 攝影師和導演是來拍電影的 而美術和演員是被拍的 即是我們是被攝影師和導演去拍的 而導演和攝影師就是來拍我們 所以美術和服裝 某程度上和演員是同樣重要的 因為你在畫面上面 除了看到演員的表現 其他看到的就是 服裝 造型 和場景 或者是美術上的考慮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在想整個戲的畫面的時候 都會關顧到這些東西 譬如將來在畫面上出現的構圖是怎樣呢 即是場景的空間是怎樣呢 或者那個顏色是怎樣呢 顏色裡面我們可以分為那個戲的調子 可以分為會不會原來有一種顏色是有一些代表在裡面 即是那種顏色可能代表了某一種感覺在裡面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紅色 紅色可以代表危險 紅色也可以代表很喜慶 紅色也可以代表很刺激 那究竟怎樣去用這些顏色呢 我們可能看完劇本之後都會提出 然後跟導演商量一下究竟你是否想這樣用這些顏色呢 因為有些顏色是要很小心的 譬如剛才說紅色是真的用起來是要很小心 即是會不會過於搶呢 即是究竟那個戲是否可以用不到這些顏色呢 那譬如 尤其是如果在一些製作成本不高的時候 即是電影 譬如我們拍很多實景的時候 那在那個顏色的考慮上面 我們怎樣去運用呢 因為譬如如果你拍外景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難避免是 藍色因為看到天看到海 很難避免綠色 因為如果你在郊外可能有很多山 很多樹 很難避免是一些earth tone的東西 譬如很多地 或者很多 很多很多 剛才說山 如果在一個基調上面 已經有了這些很大的色塊 那剩下的畫面 你怎樣去運用其他顏色呢 究竟你是要去用一些很和諧的顏色 是有一個和諧的感覺 還是想要有一個很對比的顏色 來營造出一個很有衝突的感覺呢 還是想很 monotone的 就是它又不是很衝突 但是它又不是那些很舒服的那種和諧 而是一種很有風格的 就是很低調的畫面 其實在顏色處理上面都有很多選擇 很多時候我們會提出一些方案給導演 那究竟你想整個戲的調子是怎樣呢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提一些畫 譬如有些很出名的畫 譬如艾伯浩 或者有時候我們會講到光暗 會不會是一些很強對比的光呢 會不會像一些古畫那種光暗很強弱的氣氛的感覺呢 另外我覺得其實畫面上面 有時候除了視覺 如果畫面可以給你甚至乎有臭覺的感覺 都是一個很厲害的處理 就是有時候有些景點 你是看到畫面已經覺得很香 或者覺得很骯髒 或者覺得很血腥 能不能夠透過畫面 就是除了給你有觀感 甚至乎有臭覺的感覺呢 這個都很好看 就是是不是所有東西配合而成功做到這件事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一些觀感 就是我們經常說 那個戲令到你有沒有感覺 其實除了劇情 除了畫面之外 除了畫面之外 都是你看到的 甚至乎如果有些東西是令到你 就是透過畫面 而令到你又有聞到那個感覺 那這些都是觸動到你一些觀能上的刺激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嘗試來的 那美術上 我猜很多時候 我剛才說 我提出這些東西 其實美術指導是可以給到一些意見 或者給到一些想法導演的 那我覺得作為導演來說 我最先要考慮就是 你究竟想那個戲是怎樣 或者你究竟想說一個什麼訊息 或者你的戲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戲 你是一個劇情片 那劇情片是否那個感情 就是人物的感情是最重要呢 那或者你是一個類型片 或者是一個官能刺激要求很強的戲 那是不是所以在畫面上面 我們都需要配合這些畫面 提供到很有官能刺激效果的呢 那所以我覺得先是導演 究竟你想去給到一個什麼感覺給觀眾 那而我們作為美術指導 我會在這個時候配合導演的想法 而提很多意見 那我大概分享到這裡差不多 那我看到有些問題的 那我未必可以全部回答完 那我看到有一個提問 就是說如果那個故事跨到很長 跨越三四十年 那怎樣統一視覺風格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在那個資料搜集上面就很重要了 就是你看一下你找到有多少資料 然後看你怎樣可以在你手上有的資料 然後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 那我覺得有個經驗挺有趣的 就是好像你去過一個親戚的家 就是我們小時候去過一個親戚的家 他給你看一本很厚的相簿 就是那些很多版的相簿 很多小的相簿 那通常你都是不會逐張看的 因為那裡可能講了幾百張 那你都是在那裡揭到某一版 你就可能會留下來 你就可能會看進去就覺得 那或者那個親戚就會跟你說 這個是他小學的時候拍的 再揭幾張 這張可能是他中學畢業禮的 這張就會是他結婚 其實你看一部電影和看這本相簿 有時候的感覺很相似 就是你不停在那裡翻閱 那些很多不同的相片 但是你很多時候有很多相片 你只不過是很快地立過 但是你某些相片 你自然的眼睛會停留在那裡 然後你會想聽多些關於那張相片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看電影都是 其實都是有很多幕 我們重點在某一些重要的人生階段那裡 將它做得比較仔細 將它的故事講得清楚一點 而觀眾自自然就會將整個跨越的人生 或者整個戲跨越的跨度連在一起 自己在他的觀影的經驗裡面 在觀眾的腦裡 將整件事串連在一起 將整個故事的年代串在一起 那麼這些都是要… 當然美術指導在他的判斷裡面 包含了自己的審美經驗 包含了自己的美學觀念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再加上觀眾的觀影相像 整件事連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電影 我覺得電影帶來很神奇的地方 有觀眾問如何跟攝影師合作 其實我自己習慣很多時候 在決定去做一個戲 就是跟導演溝通完之後 我都會找很多參考的 那我就盡量不去找一些電影的參考 因為我自己都很想不要去像某些戲 所以我反而會有些習慣 是找一些攝影師的作品 我會看很多攝影書的 可能在不同攝影師的風格裡面 看到不同攝影師 因為攝影師都是透過觀景器 去把很多人生的瞬間留下 其實某程度上 他和拍電影都是有點像的 那不同攝影師有不同風格 而有很多時候 一個定格的畫面 留下的那個想像空間 是更大的 就是比一部已經爬好了的戲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可能會找一些不同攝影師的作品 在攝影師的作品裡面 看到他取景的選擇 包括他的構圖 包括他的燈光 包括他的顏色的調子 根據這些基本的元素 去和攝影師討論 你會傾向哪一種風格 或者哪一種調子 然後才有一個基本的溝通方向 然後才再去 將這些方向再轉化為 在劇本裡面不同場口 或者不同場景的需要 再去變成一些設計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有很多圖片的分享 或者甚至到最後有些設計圖 而在我自己的工作經驗裡面 很多時候我都是場景和人物服裝一起做的 那我就會 我自己很多時候都做一些不同的實驗 有時候我會刻意在一些 即是在一些同場景裡面 即有時候我會 人物角色的調子 可能和場景的調子是接近的 即是所謂通案通的 有時候是故意做很強烈的對比 即是譬如 背景是藍色 可能我那個人是紅色 要撞的 即是我會因應劇情 或者因應故事 是有一些不同的設定 而有一些想法的時候 就會跟攝影師說 如果我這樣 你猜你覺得 你又覺得怎樣呢 即是基於一些實際的畫面 或者一些影像 去跟攝影師溝通的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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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問,如果現場導演有要求,但預算不夠,會怎樣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覺得作為美術指導當然是有要求要做到最好 但剛才也有說美術指導同樣要控制預算的 我們美術指導是美術師,不是魔術師 所以我不可能沒有錢就可以變成有錢才能做到的事 但有時候在這裏可能盡量去想辦法 會不會在過程中可以節省錢呢 所以如果是一些很沒錢的戲,我們可能會去提議給導演 在考慮那個場景或者人物的時候 會不會是考慮一些,譬如如果戲是需要要求視覺畫面 視覺元素比較多的,會不會那個場景發生的地方是一些比較 視覺上已經是多一些細節的場景呢 譬如舉個例子,我們經常都碰到一些情況就是 攝影師拍攝一些家居或者一些場景,那些牆很白的 或者那個場景是很空洞的,或者那個場面發生 或者那個戲發生是在一些沒有什麼細節的畫面的地方來做的 那我們就會提議,會不會想有一些戲本身的處境是 本身的畫面是已經蠻好看,而不用花很多錢的呢 譬如可能會不會那個戲是,我舉個例子 譬如果欄,果欄本身都是很多質感有很多顏色 會不會在那裡發生呢 譬如我們經常都有一些新的場景 譬如有一些很巨大的建築 或者有一些很標誌的形狀的東西在背景 變成你拍出來已經在畫面上已經有一些蠻好看的東西 而再在前面加一些劇情 變成在那個真的需要花錢做的那個美術上 就可能可以減散一些,會不會是一些這樣的考慮呢 當然我有時候又會,反過來又會要求 有一些經常都被人拍到已經很濫用的場景 會不會不好用呢 譬如在街頭看到那些偽紅光管 就代表紅等區啊,或者代表香港 即是經常都是一些很物質質的大廈 那些大廈很擠結的大廈 一個仰望的鏡頭,望上天空 就覺得香港是一個令到你很壓迫的 壓迫到無法呼吸的 即是那些場景是經常見的 我們不會用那麼多,用少一點呢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在一個沒什麼製作如算的環境下 在一個場景,或者在一個故事發展那裡 大家可能會不會花一些心思呢 因為譬如我現在突然想起 譬如提拉夫斯基的《Blind Chance》 他不是有三段故事的 即是有個男生去追火車 即是上到火車,上不到火車 而影響了人生 譬如這些都是一些沒有什麼 不是算很大製作如算的戲 但是因為那個場景設計,或者那個故事 或者那個人物,那個角色世界的設定 令你永遠都記得那幾個場面 永遠都記得那個男生追火車的那一幕 那這些都是我覺得新導演值得花心思去想的事情 即是有時候如果那個製作如算不許可的話 我們是不是不要想那麼多飛機大炮 不要想那麼多真的要用錢才做到的事情呢 是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可能選多一條問題回答吧 太多了,你會選什麼 我看看吧 我有點看不及 好,我看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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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問了廖明英英的創意 廖明英是田葬導演的新戲 他是改編小說樹王 即阿成的小說樹王 就是文革背景的 我們去了雲南找景 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因為雲南有很多路在山上 導演一定要找原始森林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找景 有一個小小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那條村 我們是一個雲南山的峽谷 那裏搭了一條村出來 那導演就很想 很想有一個真實感 所以那個村我們搭完之後 當然那些村的村屋 我們不是全部都是新材料搭回來的 就是很多那些村都是 在村裡買一些 就是一些村屋可以整間買的 就是可以拆掉它的木材 然後搬過來 從那裏重新再建 就是第一 那些材料很多都是舊的木材 第二 他搭完之後 就過了一個雨櫃才拍的 就是那整條村 我記得是 我們過完年開始搭 搭到三、四月 接著就等了一個下季 就是等雨季日曬雨淋 臨到舊了 然後過了雨季 差不多到秋冬來的時候 才再拍 所以那條村的質感就比較真實 除了一些人造的造舊效果之外 就是整條村是一個真實 日曬雨淋得回來的造舊效果 這也是因為導演的堅持 他又可以和製片要求 才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就是變了很多戲 有時候未必可以得到這個效果 好 今天謝謝阿Man和文廉忠先生 和我們做很多的分享 今天的講座的環節就完結了